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8月27日,星期一早上9點15分 這支節目 因為我今天探世界,放假 預錄了一節節目給大家,有個交代 錄影的時間是上星期五,午後的時段 今天既然不是有時間性的情況 就幫不了大家更事 都預估不到,在錄影時預估不到星期五晚 即是weekend,有任何動靜 專題來了 所以,專題你以為這樣就悶了,關掉電視 不是 今天想有些有趣的東西,有號碼 立即又開電視 大家知道,跌市偶爾有反彈 但恆生指數不跌,跌了 好了,即是年頭的時候都在講 或是年中,talk show 還在講 跌穿29,500,走人,開跌浪 其實現在已經是7,600 跌了19,00點 好了,那你就說 來到這些位置,很多人都問,紅還是牛 就已經是怎樣的情況 down trend,跌浪反彈 這個是我強調的 我又不跟你講牛,又不跟你講熊 有什麼秘訣可以選到一些好股 在逆市裡面賺錢呢 因為,其實我很明白的 就算告訴你,熊市 所以,你都是手癢、身癢 一定要炒 那,為免你們亂炒 博懵、博錯懵 那,我反而想給大家一些number 去參考一下 那你知了,我呢 就破頂淡了 自然就選擇股份 我經常都說,喂 現在跌市,你想一下 如果跌市不跌 甚至乎還可以升 還有得破頂的股份 是不是好股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可以怎樣選擇 那,今天呢 反而想花約某十分鐘時間 跟大家檢閱一下 到今時今日 股價走勢還是相當之強勢的股份 究竟有些什麼 當然了 你說25800中銀行空租任 你說1972太古地產 你說2388中銀香港 甚至乎 叫868信義玻璃 這些日日都講 日日都跟 那我就將這四個number 先剔除了 免得大家覺得沒有新意 好了 那,跟著呢 開始講了 正題了 好了 正題第一隻 排名不分先後 不是說先 勁之先 其實我懷疑這個 又不是number 數字上面的order 又不是市值上面的order 是隨口up的order 743 亞洲水泥 你說 其實這隻 我想問很久了 為什麼呢 大家都水泥股 連你推的1313 那麼強橫 真的 一個多兩個月 都沒有什麼表現 但你竟然 為什麼可以有這隻 743 亞洲水泥 是這麼旺盛的呢 首先 我會告訴大家 我不說它 最主要是因為 這隻 是不是互聯互通 即不是深港通 不是互港通的股份 好了 至於基底方面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水泥股的形起板來的 亞洲水泥 在8月13日出了業績 那它就說 就是 按年 它的順利是升了 10.7倍 就去到 9.59億人仔 營業額方面 就按年 升了47個百分點 那就去到49.46億 似乎 在那個叫做 水泥行業裡面 受惠都是好幾個因素 包括 水泥的價格 淡貴不淡 繼續上漲 加上個別的省 縣 他們有些限產的措施 令到大家 就見到 需求就旺了 有基建的故事 有任何內房 輕旺的故事 但是供應似乎 減少 於是 大家就開始想 供求不平 這隻股份 其實就是 所謂的 長江中下游地區 就在武漢 九江 揚州 那些 全部拿了 market share 第一名 不是大 東西 不是大 成都 這些 都是 拿了成都 第一大的 market share 但是我會告訴你 作為市值 128億 其實大家都知道 為何 它不是龍頭 因為 其實它的產能 只是困在 剛才所說的一些地區 遠比一隻 例如3323 中國建材 吃了一隻中材 1893 人家四方八面 東南西北 全國做了 在規模上面 我會告訴你 你搏 誰不知道這幅圖漂亮 但是 規模上面 不知道有什麼 隱環 只能夠炒圖 不能夠 很順靠 因為公司規模 甚至乎 真的是整國的market share 我會說華潤 其實已經是一個 非常之有根底的集團 市佔也很漂亮 順利增長 營起各樣 全部對版 當然 圖很客觀 現在圖這隻厲害 我會告訴大家 一路上的時候 其實RSI 都打平 這個可以說是 其中之一個 discount的地方 就是說 股價一路上 RSI一直平 有個頂背池 不過我都說過 頂背池 只是在心裏面 並不是手裏面 要沽它 所以這隻股份很明顯 是一隻多頭排列 附著十天線 即粉紅色線 一路上的股份 變成 如果你玩法 現價加十天線 分量去做 一跌穿十天線 立即清光 即是說 最大可能 你現時 譬如星期五的收市價 八個一毫九 的話 跟手買了 因為你不等得 因為你整個浪 根本就保持著震盪上升 好了 最壞打算就是 原來它一回落去七六半 十天線 原來都不企 一下子就穿 就馬上升 否則去到那些楊竹 溝到 繼續上 我不懂為這個股份 去估計頂 因為股份 目前來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已經連是08年的頂位 都已經升穿了 最後在這隻股上面 講的一個資訊 就是告訴你08年的一個 最高頂位作為一個參考價 八元齊頭 所以大家自己想想 升穿8元是一個特別的突破 不過 自己股份 走位方面要小心 好了 講完這隻743 其實每天都很多人問 跟手我要講一隻股份 1579 都多的 這隻好就好在什麼 它互聯互通 公司方面 我想很多人聽過我講的 它就是供應內地打邊爐 餐廳海底撈的湯料 就是這間叫做移海國製 由於內地方面 這間叫做海底撈 已經排隊在香港上市 不排除應該都是第三季尾 左近的位置 整盤漲鋪出來的時候 原來發現這門行業是極高無利 還有市場增長得很快 而海國製 8月23日出了份業績 順利是1.85億人 增長1.6個百分點 早前更加 市場都幾關顧它 不過 留意一下 目前市場比它的目標價 相對較低一些 只是去到14元附近的位置 但是根本和現價18.82元 是完全脫離了 公司方面 收入又上升 毛利又上升 但是 留意一下 如果它講到破頂 這隻股份 是繼續破頂當中的 它由17年的時候起步 4元一直到15 8年的時候起步 當時是8元 接著8元現在 不用9個月 18元 相當之厲害的一隻 叫做 在內地 中國消費品牌裡面 比夢牛更厲害 好了 你說 玩法是怎樣 其實 既然是這樣 喂 一路上升的時候 你看看 它的月線圖 一路上升 什麼有得捉底嗎 捉不到底 所以 我只可以告訴大家 每個月陽足 年年月月陽足 只可以玩破頂 追入大法 那就是說 如果這隻股份 目前對上一個頂位 就是18.6 18.6 我要去為這隻股份 去訂一個比較有效的支持線 我會說 長遠 長線投資的話 必不可失的是一條一百天線 分別頂住了最近八月份這一浪 和五月份這一浪 一條一百天線 一條一百天線 這個位置 記住 現在一條一百天線 大概是十四個六 左右的位置 即是說 喂 現時企穩十八個六 是可以買 如果突破失敗 回穿十七元 你要 alert 最後尾 十四個六 你要清掉 這個是一個 沒有的 沒有扶手的 所有東西都是全新的 全新的歷史高 全無碰過 全無蟹貨 全無阻力 那你便是 你玩一個內需概念 最有可能的時間性 就是等海底佬上完之後 這東西應該會慢 甚至乎會回落 到時你玩一個時間性 留意價位 留意時間性 好了 我說過不說2588 2588西走之後 第三隻要講的股份 就是 也是我會覺得 值得可以留意的 552 中通伏 中通伏 大家留意 股份方面 是電訊設備股份 因為5G的時代 準備光臨 一隻763中興 似乎 因為中美貿易戰 當時曾經搞過下 令到它殘了很多 這隻552 中通伏 好 好在暫時 沒有人去搞它 中美各樣東西 不影響到它 而是同時間 它就已經突破了 叫做歷史的新高 留意一下 如果現在的比較 尤其是在近這兩年 16 1718年 基本上有一個頂位 就是在5.2的水平 5.2水平有個頂位 現在現價已經上了5.86 所以很簡單的 玩法其實就是 追 夠膽就追 所以 情況 一定要手穩住 5.2 尤其是 你可以考慮的是什麼 可以考慮 用日線圖 以這個十天線 因為大家 查清楚的時候 大家看到的 十天線 一直叫做震盪震盪的時候 尤其是在7月份 起浪這一下 完全沒有跌穿過十天線 所以十天線 5.65 會不會是大家 可以考慮的 一個叫做買入位置呢 而 5.2 後市是不能夠失的 公司方面 其實 暫時還未出 叫做上半年的業績 不過 去年全年 那個順利 都有27億 增長7% 因為它都是 叫做 叫做 中資電訊相關 所以 你沒有辦法去猜到 是一個很高的PE 一個很高的 叫做增長率 新的半年業績 會在8月30日 即是下個星期出 炒業績之後 這個時間 之前之後 就會比較關鍵 留意 業績會不會真的這麼爆 照計以一個這樣的增長 很難為有一個爆的業績 後的表現 留意現水平和業績之後 業績之後 究竟 股價會不會浮游回到大概 5.6 左近的位置 可以讓大家入貨 好 這節 和大家分析了 三隻股份 叫做 過去從來很少提及過一隻 743 亞洲水泥 另一隻 就是 剛剛講過的一隻 1579 移海 做海底撈湯料 最後講過 552 中通福 這個股份 做手機設備 5G概念股份 這一節結束 今天節目 下午和中午 都不會見到大家 到星期二 早上 9點15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